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办单位控诉 因为工作免隔离专案 被政府单位踢皮球 导致许多国外艺人 无法参与演出 这被文化部打脸 售出email回击 证明光是八月份 就四度提醒主办单位 提供相关防疫计划 文化部更是在活动前两天 才收到主办单位的电子邮件 更进一步发布英文版新闻稿 澄清事件时末 就被文化局应了一 那我们也没办法 眼看主办方甚至还开直播 吐苦水扬言向文化部提告 甚至不愿提供退费退票 而是采取购票者 可再多代艺人的补偿方案 被台北市法务局认定违法 文化部更第三度发表声明 反驳主办方直播所言 绝非事实 还说若主办单位不遵守规则 找民意代表 官说陈情也没用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已经违反了 我们文化部所订订的 艺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规定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文字 我们有要求业者要急速的移除 活动举办当天 还有消保官到现场了解状况 观众更组成一千多人的群组 将联合消保会和民意代表 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 后续风波恐怕还没完 华世新闻房亭张道勇 徐玉洁罗大伟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